沒有 是要廢除刑罰100條 因為那個就是跟這個台灣人這個 政筆反這個很多都是層次判亂條例 還有減速匪庭條例 還有刑罰100條 刑罰100條就是說 意圖破壞國體 確據國土 或以非法之手段 變更國縣顛覆政策 判七年以上有權徒刑 你要注意意圖 那真正付諸行動 那都破十多年 所以那年有那個100行動 我們這裏裡面那個冷凍車淋山頂高雄已經過世了 那時候就說這怎麼可以用 意圖怎麼可以拿去那關 所以我們一人人就去 那年剛才要 因為是八十年的國刑 所以有那個 很大的夜兵儀式 現在比較少 所以就在 當然沒有辦法在那開道裡面 哪有可能 所以要講到那個 人愛路接近總統府 因為那個夜兵的隊伍一定要在那邊經過 所以利用那個李政連門 也在我們現在臺灣行動 以前要帶頭 那在那台大 人愛路台大那個基礎醫學大陸 不是台大醫院啦 是人愛路那裡 啊我們就 很多人 我也下課之後就拚去那裡 也是有參與歷史 所以禁不住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段 啊就是在那靜坐而已啦 只是說要表達說 那個100條是惡法 啊因為這樣時至少讓那個記者 或是外國媒體的採訪嘛 所以那次的夜兵是有在鐵線網裡面 二重飛戰的夜兵啦 啊我們拚命兩點外 去讓警察抓去 啊所以 那時候 因為我們有的人會反抗 其實我們都是非武力反抗啦 就是大家叫我拚 霹靂小子去把我們拖拖拖拖去嘛 啊我的鞋子也拖下去 我說一拜託鞋子也讓我撞起來 不過那個人還不錯啦 那鞋子還還反我 他有一隻腳穿 一隻沒穿 好像在補鞋子 然後他們抓上車的時候 你知道 早上你如果看紀錄 你知道 那個那時候 小運動的那些警察 很討厭這些人 都說看你們這些人 寄舊時來去把他們加麻煩 我本來我就當 當年一個 就休息都照顧 巧克也沒事情了嘛 啊你把我撲到我那邊 你加班有的 沒有的 啊跟著著著著車上去 啊尤其我們知道 這很現實 因為我們很多這個 技術的警察 都是在這裡 是在這裡的寒稚子啦 中南部 我們這裡有時候 經濟不是很好 去找警察 做警察 就穩定穩定 因為你要知道 警察 其實 保安警察 沒什麼人 那個 對付這些 這些 集會遊行 都是有說保安警察 他們就是都這樣穿到 那些機器戰警 要來 對付來 來助動這些遊行而已 啊所以他們這些人 對付 還知道我們是夠有時候 抓起來都學生 起到要死 不然就馬上學生 你說 你同學你讀書不讀書 你來參加這個幹什麼 啊你懂什麼 星華100條 死啊 那個小孩都沒準備啦 叫警察也有一個 嚴巴 參加運動 是憑著熱情就走來 叫警察抓去 抓去 啊說 愣在那邊 你知道 那個警察很壞的 這樣 當然也要整個很壞的嘛 啊問說什麼叫 星華100條 你知道嗎 你來參加什麼抗爭 那個小孩 那個小孩 下一個都一句話就不會說錯 我就馬上練給他聽 我說 星華1條 最重要的就是 我念的啦 意圖破壞國土 確據國體 意圖破壞國體 確據國土 或以非法之手段 變更國縣顛覆證 因為我都有準備嘛 做教學好處的 人家背課 啊 你也聽 我說 警察 你也是有特法律啊 你真是說 意圖 你怎麼拿去 拿去 拿去判刑 我說這樣 他就很無奈 啊 警察那邊那裡 吊了很多外圍的 那個保安警察去 警察說 那台車的警察說 台北路說不用路啦 啊 啊 跟我們放在那個 有的黑黑的 那裡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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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網那種那樣 啊 整個在那裡 說 拜託你 到底是要跟我們送的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 那個是沒什麼危險啦 因為那個時候 不可能跟我們怎樣 我們想說 到底是要跟我們送的事情 說 我們送的東西啦 給你送的糞便 你們拔命也不能回來 所以目的就是這樣 因為那兩天沒了 差不多三點了,你給你等那個 那種的事你連叫結靈車就沒有了 那時候還不是說五五六八八就有了 我們要跟他拜託說 你可以這樣那樣,你也是麻煩啦 你聊天那樣,大家沒好想啦 看你沒有到底,你跟他放在台北可以 後來,其實我跟他放在台大門口 我們跟他走路上去 所以那些警察,有時候我們想他 他有時候有時候說,吃人飯飯,人飯啦 就最好這樣做啦 還說一個笑話,前一天不是在帝國亮的事 說確定的一個故事就是 我本來知道那個事情就是 我們是那個一百行動的反惡法 那個反閱兵非惡法的行動裡面 就是有一台車 就讓學生跟那個警察抓去 普通都會這樣,旁邊 有時候就坐那邊坐警察 不然那邊,那邊坐警察 那邊坐這些就抓起來 他說兩邊,說他們都要怒目而視 那警察很廢度你們這些 我這樣不可以休息,半邊又來這裡 那些人也氣到要去 說你們這些心中一定在那裡嚇 說你們這些是國民黨的走什麼之類的 走這個的之類 我又氣到自己 兩邊在對峙 因為那抓去那裡有些很無聊的 快點那個電視 有才能在那裡放 結果怎麼你還不知道 突然說 怎麼竟然出現帝國亮的頻道 你知道帝國亮講到 台語那裡都那個 粗的、鹹的、有的都有 還有兩邊看 突然兩邊對峙的人 哇,全都笑出來 從此兩邊暫時就和解 所以大家去找到 中國亮的共同的語言 這個是我有一點點分享這些 這些就是讓大家 因為你們比較沒機會看到 看到這些東西 所以整這些不錯 現在有一個好處是說 因為現在我們有那個 國家動案法 所以過去這些東西 很多都看得到 因為過去有一個補償基金會 我有在那裡做慶寧的審查委員 所以對那裡都了解 其實這裡面 你看到文字去很恐怖 整個審查的過程裡面 有那個起訴書、自白書、判決書 然後剩三個要兩張照片 生前一張 生前一張、生後一張 生前那張通常都摸到 先去掛個牌子、寫個牌子 槍決後那裡都剩幾乎 胸部打下去 死掉了 兩張對照 才當作決案 就意思是說 甚至那些新聞也要看到 說這件事 我改判實行 看你們有執行 這就是正經案 所以 你看我們 第一天有政議軍來 因為文化部 現在就是保存 那個 白色宮部時代的 那些政治案件 差不多一萬兩千件 左右的那些動案 它現在都保存在那裡 所以不再開始去找 把台灣那個 不義的遺旨 去抓人、拱人、烈兜 那些地方 要經歷出來 將來可能可以串連 我想可以串連 說我們台灣有時候 去四處的地方 不是只有油山碗水 因為去看這些地方 就能夠了解 其實台灣的政府很早 就等於做這件事 這是等於 國會黨政府不可能做 民進黨的事情都要做 所以台灣的政府 用他們 郵寒的這個 林歷 經濟的力量 這樣 做這實在是不簡單 雖然是 我們永遠看 我講實話 是好像比較簡單 但是 既就能做一些這些東西 讓人 可以了解 這有難 感覺很感心 非常補充 謝謝 謝謝 謝謝